所以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经文 是婆罗门女到了地狱 到了这个三渡夜海之中 问五渡鬼王 地狱何在 我今云河得到寓所 鬼王说若非微神 急需业力 非死二世终不能到 那微神就是什么 微神就是大局的根本亲民 大局的亲民在地藏经 哪里说 就在绝华定自在王 你念念供养绝华定自在王的 那个根本心中的反观上说的 担当上说的 绝华定自在王这几个字 就是表述你大局心体 现前的所有一切致用得相 大局必然随便开发 就是叫绝华 华者开发相 定就是在一切现前处 它根本不二 它不二之中 它就能够长现长照 就是绝华定 本来常住 就像你心中本来常住 就是绝华定自在 那是一切世间法中的统御 那是你心中智慧的根本 所以那叫绝华定自在王 一切法中你都知道 就是如是绝如是写 如是绝如是诏 那叫如来 一切法如是法如是来 就是如来 你念念如是反观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 那叫微神 那是你根本的微神 在微神之中 你能看到一切地狱 不然就是众生 躲在夜感之中 才能够看到众生 暗昧的躲最后的那种 业力的刚强 非此二世终不能到 也就是你站在绝体上 你一样能够清楚根层 众生躲在夜感之中 妄想分别根层 那那里叫做夜海 微神看到根层之中的一切作用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夜海 现前处虽然叫夜海 可是你看到夜海时 那已经叫无独 所以夜海一样呈现 但已经不能够什么 不能够再损坏你任何的 学信跟智慧 那就是无独 你当你在一切感受 不管真层现前处 你都能够看到 你能够深入一切夜海造作 但是它却是清清楚楚 它都不能为你所害 不能再损害于你时 那个无独 就是你最初看到 菩提心的踩手菩萨 那个是你信心最初的发生 因为守自菩萨 就是华言经讲的 实行为的菩萨 你就念念可以看到 你的踩手 那个在大觉心体上 那个念念父族的担当 那个父族的担当 在哪里担当的 是在一切夜海最深密处 最深厚处 你在看到夜海时 那都是念念之间 直到你决体的富族处 所以看到夜海 那都成无独 无独当前 那都是你能够照见决心 踩手的当下 所以无独鬼王者 踩手菩萨式 所以你看到心心那个无独处 就是你的踩手菩萨式 你明白那个根尘清清楚楚 现前时 那个再也不能为你所损 不能再为你所损害处 不是为你所损 再来不能损害你处 你那个潜在的意识里面 那个信念 你那个行者 现前应用的担当 那是踩手 那是踩手菩萨式